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影片没有IMAX大萤幕 没有特效 只有简易的动画和接地气的对白 上下两集短短一个月内超过了1300万次的点阅 网友封为劝势神作 它为什么引发众人的共鸣 学者分析这影片内容暗藏着大量的时事梗 诈骗 借贷 摄出 网红现象等现今的年轻人 所面临到的真实现状和困境 而机车属于台湾的在地次文化 改车跑山文化常年盛行 让外界对于山道上的玩车文化多了一份好奇 不过随着影片的爆红 不少人把重鸡族群跟山道猴子画上了等号 其实玩车有分白牌改装 黄红牌等等 骑车的行为大不相同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这台车在搞什么 要快不快 要慢不慢的 烦不烦啊 抄一下好了 毕竟简陋单纯以线条勾勒的手绘 没有精美的画风 使用的人物声音 还是咬字大音不标准的AI合成 这部山道猴子的一生 是标准的迷因丑图 剪其在网络刮起一阵旋风 短短一个月 已经创下超过1300万的点阅率 一个热衷改车跑山的年轻人 在弯道竞速之下赢了对手 开心没几秒钟便走向人轩的终点 这部动画的故事内容 从梦想 恋爱 悲拽到兄弟情谊 片长将近一小时 网友风为年度神作影片 言语如此高度的赞赏 引起共鸣的点在哪里 他会劝你说 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 你不要因为要去冲高那整个流量 或者是只在乎数据 而迷失了自我 这第一个部分 这部分来说的话 如果你今天也是三道族群 或者是你也是改车族群来讲的话 可能看这样的一个影片 就会特别特别的有感 广告系教授分析 山道猴子的一生具有十四梗 诈骗 借贷 涉素等面向 都是现今年轻人正面临的生存议题 您已经欠缴两期了 而且您前面还有四期都只缴最低 这样利息会累积很快哦 我们建议您下一期全额缴纳 这样对您也比较好 干嘛 就只是欠缴两期而已 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不愿意去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找一份证实 他可能宁愿去做一些part time打工 去赚终点费 时数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超商打工 让大家反思 这个真的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工作形态吗 每个月薪水三万七千元 身被学贷还大肆贷款 买重机改车 谈恋爱又卷入金钱纠纷 四处借钱 点出当代年轻人消费官 为了去买一台很炫的重机 很酷的重机 去满足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虚荣心 但是他比较少思考 这个融资跟这个借贷出来这笔钱 我到底有没有还款的能力 薪水衍生的经济问题 成功让大众带有情绪的投射 而整部影片的重点 机车是台湾密度最高的交通工具 更属于在地次文化 涉及的年龄层相当广 造成话题围观 因为有人喜欢跑车 有人喜欢追焦 然后有人喜欢点赞 有人喜欢看这些相关的一些社群 那有人也喜欢改装他的一个车子 让他的车子变得非常非常的酷炫 所以你看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相关的一些元素 它就可以成为一条 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链 天才刚亮 大批热鞋的重击骑士 已经现身三下山区 偏地压车高速过弯 骑士称为卡普 这个测挂技术是要练习的 山道猴还会穿戴滑块摩西 在地上磨出火花 这就是台湾特有跑山文化 无分平日假日天天上演 北部最知名的跑山地点 除了北宜公路 还有弯道多陆幅窄的台积影线 截至今年暑假 这两个热点累计的罚单有7000张 中部地区的苗栗台三县 山路比之弯道陆幅大 有重击天堂之称 今年有三个人丧命于此 南部地区最热门的救赎嘉义阿婆湾 和知名自摔弯的台南182县隆岐段 统统列进山道跑山热点 却也因此车祸事故频传 超速违规样样来 阿婆怒表果妈也难消心中怒火 他说山道侯把蜿蜒山路当成晋级赛道 成天压车炫技 结果三天一小摔 五天一大摔 不是撞到对象车辆就是波及 蹲站在路旁的追焦手 很多事故影片就也都是几乎在 算是在这边发生的 或者是在其他山路 有些男生会载女朋友 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 要有人上上耍带吗 这样子就可能摔车 我们就觉得就会觉得好可惜 就来现场看我们其实都会替他们担心 在追焦手眼中车有没有穿装备 毫无保留的平押车过关真的很像猴子耍技 一整天下来往往替他们捏了好几发冷汗 不过一方为了拍照 一方为了被拍 摄影无形中似乎成了山道侯的护猴推手 不用太在意说今天帅不帅啊 然后压得够不够低啊 你就算骑个10 20 30 我也可以把你拍得很快 一张张堪称炫技的押车照 追焦手捕捉后押上自己名字 便上传脸书或社群 供众级车友与摄影同好相互交流 免费下载 有些人不惜花钱买卖 只因为照片太帅 像这一套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防刷衣 连身的 他们有分一件四跟两件四的 然后像我们山道侯 必备就是火花花快破皮的 你为什么要穿连身的 因为帅 真的就是帅 然后可以破IG 连服装都能成为耍帅的工具之一 连身防刷皮衣要假一万八 21岁的小飞坚持在大热天也要穿 他说自己就是现实版的山道猴子 几乎八成的故事情节他都经历过 我一开始就有玩白牌的 大概13岁那时候 对 然后高中就有在改白牌 然后毕业之后就买了第一台黄牌 对那时候也是傻傻的 空车价29万 然后贷款贷到35万 对 剩下全部都是利息 对 那时候缴得蛮辛苦的 小飞说车有路坑 普遍都是从白牌塑胶车开始骑 直到刨山后 发现改过的125不耐骑 过弯勤脚有限会压到中侧侧柱 最后他认为还是红牌才给力 像我这台的话就比较老了 08年的 它我是大概20 23万 然后脚48骑 每个差不多7 8千块 这是错的吗 算可以啦 之前刚玩车的时候 还在做大夜班的时候 就其实蛮硬的 因为我们年轻人没有钱 就是改大陆的房管 不是真的 所以就会被大家说很吵 然后三道猴 破刀镜一定没有 为什么 他们都觉得比较帅 你这样怎么看后面 回头 车上贴了个小资改的贴纸 象征自己在改车的世界里 只是小资足 如果要问小飞 外壳 挡泥板或挡牌架 为什么要改 他的答案只有一个 原厂的很丑 然后改端比较帅 后照镜改蓝色镜面 宣称可防眩光 一台白牌重机机车 从头到尾改的彻底 他主要是改了前后避震 然后防风排气管 引擎的话 六三缸加大一点 跑快一点点 他主要还是周边一些精品 改下来初估大概多少钱 应该15到20吧 店员说买车不贵 贵的是改车费 不过最可怕的是修车费 我们说单缸引擎都需要 转速要高一点 它的马力才会大 所以就会可能是改传动 传动差异最大 还有排气管 排气管对转速来讲是有差的 因为它电脑原本设定的是 原本的排气管 所以你改了之后 空蓝比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熄火 所以它就会比较 就是我们所做的 就会改坏掉 老板强调 骑车的并非都是山道猴子 白牌改装和黄牌 红牌重机 质量大 截然不同的族群 年轻人改车偏好动力扩钢 改权动只为了高转速 安全帽以外的装备 为了省钱容易忽略 而黄红牌的重机骑士 讲求修行享受 把车当成大玩具 入门款25万起跳 上百万的欧美款 也是多人入手 有经济基础的人 说坦白他才可以 他才可以骑重车 我看十个 至少有五个都有房子的 没有房子 他的薪水至少 也都有四万块以上 身为资深车友 老板私下透露 他的送机车队成员 有警察 医师 教授和工程师 这些人也会改车 不过他们改的是 轮胎刹车和选掉系统 甚至加装行车记录器 因为安全 必须摆在耍帅之前 否则哪来的本钱 跑山输压呢 到底是在炫耀 压车技术还是玩命 标载齿全在山道之间 学交手一张张的帅照 是否助长标车歪风 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 远景又是如何 和山道猴子神鬼交锋 休闲下 马上回来 在千万点阅率的背后 山道猴子所凸显的 跑山追焦文化 许多人纳闷 这到底是在炫技还是玩命 而在引发网友 顾名跟讨论的同时 有另一个面向 探讨的是追焦和猴子之间 涉及了哪些交通安全的问题呢 知名的中部跑山热点 张化139县道 在今年曾经一天就发生了 四起重疾事故 造成了三人死亡 警方认为追焦手的出现 这助长了骑士危险劝技 曾经开单劝离射手 为了要贺阻标速压车的歪风 调兵了限速到40公里 区间测速 警方甚至不惜洋装追焦手 来搜证开阀 但成效其实不张 资深的车友表示 台湾虽然是有千万台机车的 机车大国 却始终没有自己的机车文化 成熟的赛车市场 以及安全的道路 山道猴是真实存在的现象 是不少民众的弯道梦魇 但是相关的单位 看到这些问题了吗 我们继续从不同的角度 带您了解 这部影片投射出来的社会现象 其实过弯身体往右边倒 跟车子几乎全线90度 下一个弯道改导向左边 上半身悬空只剩屁股 还留在车子上 在车友眼中 这种过弯方式像是在耍宝 真正成了上陷阱的 是这种策划牙车 膝盖已经碰到路面 磨出阵阵火花 其实左压右压 把弯顶山路当成赛道 重机炫技的金钱场面 在北公路天天上演 但摔车擂残的可不少 比较年轻气盛的 可能他的动作比较夸张一点 大家就在讲这个 搞声音啊 蹦蹦叫啊 搞声音啊 简称下来就变成猴子 车友口中的猴子 大多齐全白拍改装车 喜欢吹油门的声让快感 享受被注目的眼光 但年少轻狂 缺乏危机意识 爱耍帅炫技 装备却不齐全 满弯超车不减速 也不管临近车辆 对于享受跑山热气的人来说 根本是噩梦 喷车区就是固定喷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惯性 每一个地方 就是你到那边 你路线不对 那滑出去 大概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 人生旅大的旅建新 十年前开始追焦 捕捉的摔车瞬间不计其数 还曾经被连累迫及 就有一个新手 他借人家的那个领导车吧 比较好跳锅链的 他可能是想要耍帅 要进来的时候 他就跳锅链 然后下来的时候 不小心车子就用射的 射过来我们 我们射手区这边 就是桌子啊 雨伞啊 什么都压在身上 大腿缝了大概快十针吧 小腿缝了大概三四针 摔车撞进射手区不是个案 随着影片扇到猴子的一身爆红 外界对于盖车跑山 和追焦文化多了一分号语言 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这个问题其实以前我也有想过啦 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拍 然后让他们动作比较夸张一点 后来我发现也不尽难事啦 因为他骑车的动作固定这样子 他在别的地方 或者是下一个弯道 甚至到平路 他骑车也是都会蛮夸张的啦 所以也不能说完全画上等号啦 看到弯道 有人追焦会不会改变驾驶行为 这个问题或许问骑士 或是追焦手各有不同答案 炫耀动力 怎么说啊 就是我们今天来回刷 刷完之后 我们回家差不多会去FB 找那个追焦手的照片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IG上面 就会觉得很帅 朋友也会分享 所谓的网路声量 跟这个掌声 它是一种毒药你知道吗 人家越鼓掌 你就真的杀完杀得越起劲 不管是路边的追焦手 还是路边的这个 在看热闹的人 重机达人 Lenita从17岁开始机车 至今40多年 玩车 改车 享受急速奔驰 身为资深玩家 和拴到猴子不同的是 他不狂妄压车炫技 因为车子 是第二个老婆 霜不得 在车队中 他总是骑在最后一个 安全优先 其实骑车这种文化 在世界各地都有 你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吗 或是一个社会发展中 必经的过程 但是现在来看起来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社会 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他们 还有就是政府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这种东西并不是说围堵 就能够把它完全消灭的 49 警方手持雷射测速枪就等在路旁 中地骑士赶紧减速 就怕违规吃上超速把单 彰化139线道 因为有好几个连续弯道 是车友口中的跑山胜地 但却也是警方眼中的死亡之弯 是从5.8K到4.2K 所以我们分析统计以后 是最容易造势的这个路段 因为它弯道四线 对象车道的行车四线不佳 所以你跨越松弯线 反而更容易跟对象来做对撞 弯道就快要站快 要站快 对啊 没人所以就站快 最容易出事的东外环道 云光段 曾经一天之内发生四级车祸 三个月夺走三条人命 为了嚇阻重击表述歪风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从线速着手 从109年起 将这个路段的速线 从50降到40 在这个路段 就设有两支的这个 側速照相的固定杆 那除了固定杆以外 那本门局也是有踩机动的 这个側速照相的警务 是 公式抽诉 暑假期间就取缔了1430件 无线驾驶有134件 改装车造影车通通引力抓 这16不然那边就会开翻了 122 先拿出来 316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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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没有白色的 白色 316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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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高度 起帅 起帅不起快啊 对啊 对啊 能取地开阀的 取不漏掉 彰化139线成为台湾取地密度 最高的道路 为了抓三道猴子 警方甚至把脑筋动到追焦射手去 其实我们也是故意混入这些追焦手 也让希望说能够引发一个效应 说让他们知道说在这些摄影者里面 也有我们在摄影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暑假 尤其是假日的时候 也有编排 这个便衣收正的这个请勿 有薄手感不薄 警方谈言非常无奈 每当请勿一结束 表属炫激的骑士们便顾忌重施 似乎是发不怕 因为那里不是人要怎么跑 因为那里不是人 人就不会这样了 一台车飙差不多50趟 你会不会抓狂 其实各个山区为了防飙速 都有区间测速 但车界也流传捕食对策 还是有执法漏洞 区间测速里面 在这一段距离里面 爱骑士的人还是可以在那里面来回跑 然后区间测速做出来数据或许很漂亮 但是我们看到超速也好 事故也好 反而会集中在 这个区间测速的前后段 那它真正解决的问题了吗 看起来似乎是没有 公权力除了执法斗志 还能做些什么 有专家提议不妨增加驾照考取难度 增列过弯技巧的项目 但考归考 实际上路恐怕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寻求认同的猴子 或许该想方法的是 如何引导他们成人 身为玩车过来人 自称省道牛仔的刘碧涵医师 也以自身经历确实 我以前其实都是骑机车在通勤 时间都抓得非常非常紧 就是标载 那我甚至那时候听到人家说 刘碧涵医师你骑车骑这么快 我还会有一点点得意的感觉 可是一直到说后来有一年 就是一年摔了三次 那比较严重的那一次 甚至近了急症 实在是摔到怕了 尤其在诊间看到许多年轻人 历经严重车祸后 劫后人生过得有多苦 刘碧涵医师这才惊醒 看你这样子摔三次了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再下一次 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你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了 这是不是老天爷 其实是在给你一个提醒 所以全教室来讲的话 才可以提供最好 最完整的一个保护 除了再三呼吁 政府能不能建立正确安全的赛道环境 引导年轻车友到适合的场地竞速 若能同步搭配正规安架训练 或许能改写 拴到猴子的故事结尾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吗 交通事故伤亡人数率创新高 民众走上凯道怒吼 还我路犬 经济院赶紧推出了 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 这是在亡羊鼓牢 还是虚应故事 我们待会儿见 在去年 台湾将近有三千人 因为交通事故而丧生 创下了近八年来的新高纪录 也被外媒评为是行人地狱 尽管严重的交通问题存在已久 但是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和怒吼 8月20号民间团体行人临死亡 推动联盟举办了 环路渔民的大游行 上万民众走上了凯道 这抗议活动也吸引了 执政当局的关注 游行举行的前夕 行政院通过了 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草案 尽管如此仍然难以平行 民众的愤怒情绪 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在日本呢 其实过去也曾经面临过 类似的交通乱象 如今却是亚洲国家的 典范 现在台湾将道安工作 拉高到行政院的层级 真的能有效的整合资源 划分全责 进而改变外界 对于行人地域的刻板印象吗 大家要问 落实人本交通 为何在台湾困难重重 还要多久 我们才能够盼到 交通临死亡到来的那一天 中学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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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行人陆全 已经被忽视了几十年了 我感到非常生气 每年有三千人以上 在马路上无辜身亡 我同时也觉得 为什么政府 没有做出任何改善 愤怒向政府发出质疑 说出台湾人的心声 8月20号 民间团体行人临死亡 推动联盟 号召人民走上凯道 诉求缓露渔民 即便突然下起大雨 也交不习大家 长期受购台湾交通乱象的怒火 贸雨继续挺身游行 不管是长者 障碍者 亲子环保团体 所有人都站出来了 甚至是道路设计的技师 或者是建筑师 他们都知道 一定要站出来 医师也站出来了 所以整个是所有群体都出来 我们要我们一条安全的路 活动发起人YC 父亲是酒驾受害者 姑姑则因交通事故 下半身瘫痪 自己也曾经走在人行道上 差点被车撞 自己患有创伤后压力渲透区 所以我就会很害怕 走在路上 我在路上是很不舒服的 胆战心惊的 我甚至需要开着路影 随时自保 台湾交通已经烂极十年了 政府有所作为吗 没有 政府为什么会要有所作为 就是要人民说 我们要 你们有所作为 我们要安全的步行环境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 大家一起站出来 跟政府说 你们该觉醒了 公民力量觉醒 上万人走上街头 在民怨沸腾中 党任高层也纷纷现身 副总统赖清德 民进党秘书长许立明 交通部长王国才 还有各政党总统参选人 很少数台湾有一种民间运动 是所有政党 甚至是总统候选人 都聚在一起的场合 而且他们也在现场 给出了承诺 他们有签行人宣言 过去这几年时间 我个人做得不好 让行人或是国内的交通的 这些死伤这么严重 我先在这里跟他一鞠躬 表示我的道歉 90度鞠躬声表歉意 依然无法平息台下民众 失望与不满的情绪 活动前三天 也就是8月17号 行政院院会紧急通过 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纲领 及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修正草案 包括四年四百亿 改善危险路口等等 期盼将事故死亡人数 下降百分之三十 长期朝向临死亡迈进 但专家学者质疑 非得看到人民忍无可忍 还赶快祭出实职措施 平息民怨吗 非得要等到有人上街头 给政府压力的时候 他才会真的 觉得这件事情有急迫 吸引要去做处理 当然在这之前 他是确实有针对 交通安全基本法 全台湾都有陆续去开一些 共事会议 做条文的讨论等等 可是完了之后 他就被冻在那边好一段时间 即使这边是信义区 豪宅区的旁边 可是你只要一走到小巷子 他就是没有人行到 活动发起人YC 与共同筹备人伊贤 两人走在马路边的水沟盖上 小心翼翼 保持在红线内侧 台湾人习以为常的交通日常 看在外国人眼里 其实一点都不正常 台湾没有强制做人行到的这个法律 台湾是拜托性的 台湾要在一个人行到的时候 一定要问那些里长 或者是那边的住民 日本是不需要问 因为是为了国民的安全 这边需要人行到 就是要做人行到 在台湾住了13年的日本网红YKU 指出台湾交通意外死亡人数高的离谱 日本每日新闻就曾以头条报道 2022年台湾总人口数2357万人 交通死亡人数3085人 日本总人口数1.25亿人 但交通死亡人数仅有2610人 判断下来台湾至死亡人数是日本的独到6倍 交通意外的事件 或者是死亡人数一直都成长 为什么 为什么3000可能要死亡 这个交通的部分是 我可以说是落后很多 落后日本20年30年 在台湾也有很多 来自各种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 对于台湾的行人环境非常地失望 那尤其台湾行人地域这个词 一开始也是由美国新闻报道之后 台湾人才开始注意起来 除了外媒报道 各国外交单位也都对台湾交通乱象 充满负面影响 像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每年都会针对在台日人制作安全指引 其中2023年版本提到交通事故对策 开头就写 台湾不遵守交通规则及礼仪的情况很常见 还提醒说步行时要时刻保持警觉 汽机车随时都会从大街小巷冲出来 点出人行道违规停车问题严重 驾驶甚至会在人行道上骑机车 日本以前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糕 就是火车也撞 烧死人 然后船也沉 然后路上撞一大堆 它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夸张 非常非常糟糕的 但是因为它后来它有立了交通安全对策基本法 那真正把交通安全这件事情 放进去它的交通系统的设计里面 专家指出台湾现在正处于 类似50年前日本的交通战争状态 但仅经过10年时间 日本迅速大幅改善 成为亚洲交通典范 每年交通死亡人数都保持3000人以下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日本的法治精神很强 就是它不管是这些交通安全胎也可以立法 那就是依法来行政 那交通的建设胎也立法 它的高速公路是立法建设 它的新干线也是立法建设 所以它这些东西都有立法之后 那行政机关要依法去行政就变得相对容易 因为日本有实施车库法 明定必须要有车库证明才可以购买私家车辆 然后他们也很明确地表示 道路就是公共通行使用 而不是拿来放置私家车辆的空间 所以就算走在巷子里头 也很少像台湾的经验一样 你必须不断地绕出停在 向道边缘的七级车 然后被迫走到车道上 在日本以步行为主 与日台湾人六想创立粉砖 分享在当地的体验与观察 接近日本点出台湾交通问题 例如日本的驾训老师会交代说 你手握方向盘 你操纵一个车辆 你就是一个强者 保护手无寸体的行人和自行车 就是你的义务 可是在台湾好像这堂课完全不会碰出 没有相关的内容 所以才会有现在人和车 其头是平等的争论吗 因为车辆的操纵者 没有意识到他们有义务有责任 要保护弱势用路人的安全 台湾考照培训 几乎都以技术和法规为主 鲜少注重驾驶行为伦理 而且标准相对松散 专家建议考照制度急需改革 要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驾驶教育 另外一个才是我们的驾驶训练 就是训练考照 那这两个层次要把它分开来 就有点像防日本 日本驾驶路考总长是台湾的四倍 限时十分钟完成 不仅困难 费用也相对昂贵 自学小课车就高达台币七万元 还必须花将近三个月时间上课 跑驾照门槛高 而且非常严谨 这时候我们还要再看一下视线的死角 确认无来车了 这时候我们来做转向的动作 就是在日本一定要这样看 一定要这样看 没看就扣你分 没有看就下车了 强制驾驶正确落实标准动作 左右摆头必须超过B柱 确认视线死角安全无余 才能左右转向或变换车道 但相同的考照关卡 在台湾仅需口头确认 也没有要求驾驶确实执行 看到B柱后方的视线死角 也难怪遭人戏称 台湾人的驾照是用鸡腿换来的 我觉得我们考照制度真的太简单了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以便民为诉求 但是交通安全绝对不能便民 你在日本如果要考机车的驾照 如果你没有上过它的驾驶学校 去考机车驾照的话 通常要考15次才可以通过 专家表示日本曾经模拟 上过驾驶学校与自学 光是刹车距离可以差到7倍 如果遇到危机 安全影响相当大 其实日本不是完美的 因为连他们自己都还是说 日本是一个车辆社会 但是日本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这个驯服车辆的努力 绝对是从教育 工程 执法 这三方面三一下去 每个都并行 日本也示范了 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没有能不能够 只有要不要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基本法的话 看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面来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减少 我们的运据的种类 或者是数量 怎么样把教育 更加强 那在做科技执法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也会利用一些科技的服务 就是科技的一些提醒预警 那这样的用户人的话 可能更愿意配合 下了车 你我都是行人 日本驯服车辆的努力 值得台湾借进 摆脱行人地域污名 从交通三一 也就是执法 工程 教育 三方面改革并进 全民一同实现 交通临死亡的美好愿景 科技执法上路 临庭或是不按规定 转弯全都路 罚单一张接着一张 国库大竞章的同时 为何引发明月 交通违规件数 有跟着减少吗 广告过后再回到60分钟 近年来 警力短缺 为了要维护交通安全 行政院从去年开始 补助了全国各县市 5.7亿元 建制了科技执法的设备 今年上半年 取缔法缓 已经超过了5亿元 国库大进步的同时 也被民众怒劈 是抢钱又扰民 还影响到商家的生意 像是台南的新化老街 收到罚单的人 大多是往来多年的厂商 或者是熟客 有人甚至能因此联收了 十张罚单 吓到再也不敢来了 科技执法 俨然断了商家的生路 当科技取代了人力 执法效率提升 警民冲突减少 却也隔了一道墙 不禁让人反思 究竟是取缔开罚重要 还是警惕劝导 让民众知错改过 才是正本 清源之道 像这个 他的脚已经踩过来 他已经三个折磨里面 所以这一张就中奖了 斑马县为里让行人 最高罚还六千元 一张张清晰可变的违规照片 全部都是路口科技执法 所拍摄下来 先截取你的车号 再依据你的违规行为来用 AI能公司要去判定 透过道路交通监视摄影机 再搭配AI车牌辨识系统 达到全时段或特定时段 自动侦测违规事件 援警再从后台抓取资料 针对违规行为审核 决定是否矩阵告发 这就是所谓的科技执法 民众如果没有违规 原则上这个档案不会产生 侦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 才会开启器把这个东西下载下来 同仁只要在这边工作两个小时 就可以把过去20小时 所产生的一个违规事件的量 全部把它自单提高完毕 所以说效率至少可以提升12倍 靠着AI自动侦测技术 减少全天候站岗的警力 也避免了拦查取缔时 造成的警民冲突 那拦减的过程当中 其实说实话 不但是对我们警方 很容易产生危险 包含对于民众 也发生容易发生危险 采用科技执法是更安全 因为它几乎不会有发生 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个清闲 从两年前开始 桃园借科技执法设备辅助 取缔重大交通违规 自2020年的36万件 增加到去年的40万件 成长超过一成 但交通事故见数 却没有明显降低 还连续三年居六都之冠 人口数跟机动车辆数增加 那道路面积没有随之增加 那当然是人口越多 车辆越多 车货的一个曝光率 比较就会比较高 虽然人口成长率 为六都最高 但桃园市省计处 统计出的数据 却也明确指出 交通死伤人数 不减反增的事实 其中交通事故的 前三大噪音 像是未注意车钱状况 从两万六千多人 增加为两万罚钱多人 卫一规定让车 从一万五千多人 增加为一万六千多人 引发民众议论 科技执法究竟是 降低交通事故的手段 还是为了开罚单更有效率 科技执法也是要看 也是依照我们的法治精神来做 最小侵害的原则 他有没有前步骤应该要先做 工程有没有先做 工程有没有先检讨 教育有没有先检讨 这是一个比例的原则 对科技执法抱持质疑态度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 不断建议政府 谨慎使用科技执法 参考他国做法 详细规划评估 最终最重要落到执法 之前的这些前步 都代表他已经有一个 彻底的检讨 可是台湾就 好像就是直接就做下去 他有很多的前提 必须要先确保 滥用的话 这可能跟我们最核心的民族信仰 可能也有相互抵触 行政院补助全国各县市 5.7亿建制科技执法 光是今年上半年 取缔罚还就超过5亿 国库大进补的同时 也引发民怨 像是台南新化老街 科技执法无差别开单 短短一个月就开罚近千张 收到罚单的游客 傻眼又无奈 商家更是叫苦连天 你的生理量都熟悉就好了 到这边上走不去 赶快开走 那就不要促进商家的经济了 不仅游客担心围停被开单 一刻都不想多呆 连送货司机都不敢来 同业有在全面那边 就收到三四张 对 一张九百 你一天工作就不用了 其实这是很惨 因为米厕这边 他们是直接两个礼拜 都拒绝进货了 店家抱怨科技执法 矫网过正 严重影响生意 不少知名商圈 都有类似状况 像是花莲市区 每到假日 都会出现大批观光客围停 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花莲县府在主要路口 架设七台科技执法 短短五个月 就取缔七千多件违规 有些送货的人 或想要去外带一个什么东西 他大概简单停了 非常短暂的时间 就被科技执法认定 你是违规停车 如果是非常轻微的违规 我建议尽量用劝导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有个良性循环 他说这次我被警告了 我下次就不要违规了 专家建议与其不分 违规情节轻重直接开罚 引发民众形成不满 形成恶性循环 不如先以提醒或祭典方式 给予警惕 语券不听或累犯者 再加重开罚 选导教育完之后 还是有部分的用务人会违规 这是我们采用执法的方式 甚至科技执法的方式 结合这三个意义 先有这个良性循环 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做的话 我们交通管理 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台北市民权西路 与延平北路口 稳坐全市科技执法 取缔热点第一名宝座 光今年上半年统计 就有十万两千多件 抢钱就说抢钱就好了 想执白点 科技执法其实要看情况 对 不要 我觉得我们政府这一点 很糟糕的 什么都要科技执法的话 就变成算有点老民的感觉 为了让后面的车 可以往前挤 然后让后面不会去堵塞到 往前挤 有时候过线 就会被判断科技执法 也会发高 民众收到罚单 当然不开心 加上科技执法 难以辨别现场真实状况 导致乌龙罚单频传 例如罚错对象 或是驾驶因离 让救护车被开罚 以桃园市为例 今年一到七月 罚单撤销率高达百分之二十 高雄也有超过一成的比例 执法不当 衍生老民 可能他的仪器的稳定性 标准并没有符合 他应该要有标准 要避免乌龙 他傻瓜你聪明 科技执法的那边 所照相的东西 你还是做判 也就是如果说乌龙评传 那就代表原警不够用心 或者他的训练不够 警大45期毕业 立委由玉兰长期关注 国内治安与交通 他认为科技只是工具 不可过度依赖 滥用科技执法到一个 就是避免警民的接触 这就有逼迫 新人违规 用科技执法 我觉得还不如是由警察 直接告诉你 因为处罚说实在只是一个手段 那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要交通更安全 解决一些问题 让交通更安全的手段 有玉兰也提及 街头普射的治安摄影机 比交通摄影机普遍且数位化 两者若能整合 不但可大幅降低成本 还能减轻警力负担 但却受限法规 不得相互运用 台北市有一个自治条例 他们在民国102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要装设这些 这个治安监视器 特别规定说 只能够用来处理治安的事件 不能够来作为交通开发使用 今年6月4号 台北市文山区一名孕妇 走搬马线过马路 监视器画面录下一辆黑色轿车 左转位减速差点撞上 孕妇事后到辖区派出所 申请调阅监视器影像 确定已达为理让行人开发要件 但警方却说 无法使用监视器作为告发依据 要他自行举证 成千上万的治安摄影机 在街头眼睁睁看着交通死伤恶化 不免给人感觉 难道真的要出人命了 才可以调用警方监视器吗 我觉得以那些路口的监视器 本来就是应该可以作为 处理这重大的交通违规的 来使用 所以这自治条例 本来就应该要与时俱进 我认为治安监视器 它的影像来作为改善交通的运用 我觉得没有不可以 但是一定要经过一个法治的过程 科技与法律皆来自于人性 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 来做相关的执行 建立用路人正确观念 台湾交通才能变得更好 时事议题面面观 全方位深度聚焦 60分钟将继续带您 解释政策 把关群艺 感谢您收看 我是方彦迪 我们下周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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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的 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